博鳌亚洲论坛 在上述背景下 本届年会主题确定为 疫情与世界共促全球发展 构建共同未来 反映了国际社会尽早战胜疫情 共促经济发展 维护团结合作 完善全球治理的普遍新生 中方式论坛的东道国 我们期待各位与会代表 围绕年会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汇聚智慧 凝聚共识 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实现美好未来 贡献力量 中方是RCEP签署和生效实施的推动者 也是高质量实施RCEP的实践者 下部中方将从各方一道 积极参与RCEP机制建设 共同推动提高协定的整体实施水平 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 平衡 可持续和包容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中方对近期以巴暴力冲突升级 特别是耶路撒冷紧张局势加剧 深表关切 我们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 耶路撒冷历史现状的行为 希望有官方保持冷静和克制 防止局势失控 中方认为巴勒斯坦问题 不应被边缘化 更不应被遗忘 延宕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不公 不应再持续下去 中方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 是一贯明确的 一直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发挥建设性作用 去年王毅国务委员提出 落实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 加大对巴勒斯坦问题的 关注和投入 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 因证实巴勒斯坦问题的争结 推动巴以尽早重启和谈 实现巴以和平共处 只要巴勒斯坦问题 一天不解决 中国支持巴人民正义事业的斗争 就一刻不停歇 我们倡导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冲突 反对攻击特定宗教文明的 极实性言论 希望锐方吸取教训 切实尊重包括 穆斯林民众在内的 少数群体的宗教信仰 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将尊重和保护 宗教信仰自由的表态 落到实处 中四是传统友好近邻 两国始终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守望相处 树立了大小国家 友好相处 互利合作的典范 长期以来 中方一直积极支持 四方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斯里兰卡 面临经济困难 中方已宣布 向斯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并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继续向斯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朱立斯经济复苏和民生改善 我们相信 斯政府和人民 一定能够克服暂时的困难 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 中方对美国政府 不负责任的恶意和网络活动 表示严重关切 敦促美方做出解释 并立即停止相关的恶意活动 我们注意到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此次发布的报告指出 现有国际互联网骨干网 和世界各地的重要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当中 只要包含美国公司提供的软硬件 就极有可能被内嵌各类的后门程序 从而成为美国政府网络攻击的目标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以提升能力为由 激励鼓动相关国家 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 同美开展网络安全合作 甚至实施所谓的网络军事力量前沿部署 这种合作是否会为 美方恶意网络活动动开后门 是否会沦为美方鼓动地缘对抗的棋子 我们相信相关的国家自有判断 众所两国在平等互利 公开透明的基础上进行安全合作 帮助所方维持社会秩序 应对自然灾害 开展人道主义救助 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不取代所现有的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我不明白这怎么就对美方构成严重的风险 按照美方的逻辑 是不是太平洋岛国只能同美方开展安全合作 或者只能同包括美方在内的 它的少数几个盟友开展安全合作 是不是同其他国家进行安全合作 就是威胁 美方究竟是把岛国视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还是当作自己的附属物 是要与岛国发展平等关系 还是寻求控制岛国 这些是美方需要回答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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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面是什么 第二面是什么 опять 我先接受决策其打赏 我先接受决定 然后我先接受决定 如果您拥有 再加上的话 乎我眼现在 乎我宿 remotely游队 除决定 我先接受决定 我先接受决定 你先接受决定 我先接受决定